想怎么吃 咱就怎么吃 这是图我开心 你管我怎么吃 不为什么吃 多话美食 每个流畅 大家好啊 有网友问我说 你平常在家里一顿饭你们都做什么菜吃啊 是不是跟你每次给分享的菜都一样啊 怎么说呀 每天吃的其实跟您在国内吃的都差不多 既然你有兴趣呢 今天我就带您看看 周末这顿晚饭 我们家吃什么 走起吧 左手常做饭呢 一看就知道 鸡蛋西红柿 右手是豆角跟土豆 一会儿呢 我使之前炖肉用的肉汤 给它炖一下子 不用兑水啊 就是百分百元汤就行了 先把这豆角搁进去 土豆放上头啊 要不容易粘锅 盖盖走着开锅 来点花生 皮质熏机下酒室 nice 温空包装 咱们给它撕了 好的 挺棒吧 这不是又一道菜吗 去锅 小火慢煎啊 翻开了 跟着急 煎的过程可以按一下 把西红柿这块尽量给它按碎了 我觉得成品最好看不见这块 它都变成这个西红柿酱 然后裹到鸡蛋上 味道是特别好 来一勺这个带糖 一勺半吧 这西红柿太酸 你先搁这糖啊 它能把这个西红柿的酸味 给中和的特别好 后搁呢提鲜效果好 但是还是有点酸 所以我一般就先搁 看这红汁出来了啊 再来一茶匙 料盐 这口基本就够了 别搁酱油 这个打西红柿卤搁酱油 这炒鸡蛋西红柿千万别搁酱油 下入鸡蛋 干炒 淋香油 放入葱花 关火 走你 这是全都吸到鸡蛋里去了 这半米饭一绝呀 这豆饺子炖的也差不多了 所有菜出锅之前啊 一定得尝尝口 没问题 什么都不用割了 但是得收入汤 土豆炖豆角 纯纯的家常菜啊 全齐了啊 炖豆角 炖豆 在这个鸡蛋西红柿 这俩菜加起来也用不了半个小时 很快 买的花生 还有这只烧鸡 看球就得喝二两 就是它 这北京都熟啊 二累子 最后给大家一问题吧 您猜猜就这款 在这买 大概和人民币得花多钱 有兴趣的朋友 请评论区杠了 骗着您了 我就先得着了啊 下期见